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週港股 剛才有少許技術問題,所以我們就再來過 今天我們有中文證券香港研究部董事王偉豪,Rafi 是跟我們看市的,你好Rafi 我們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恆子又穿了23,000點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究竟何時才見底 究竟重大的支持位是否23,000可以收得住呢 現在是22,900 好像都在撞著 暫時是22,900附近 23,000這些位置在拉腳 我覺得其實你說今天跌 其實沒辦法 始終你看到外圍方面昨晚都挺恐怖的 甚至乎我覺得這些位置叫做跌夠了 或者是否需要再試低一點呢 真是好看外圍究竟未來短期的存定 但是我覺得如果分短期 特別是外圍的情況上看 現在是比較有些令大家挺害怕的地方 一來你看到昨晚很特別就是 除了一個美股或者外圍股市是叫大跌之外 你看到很多的資產價格其實所有都是跌的 即是連大家經常說一些傳統的避險資產 譬如金、日圓這些都是要跌下來的 都有些少許解釋就是 隨著你說可能前一天叫做美股所謂 佈入了技術上的紅市 始終有些外圍的基金 或者一些高槓桿的基金 有些少許是開始要拆開一些倉 形成昨晚的孤壓就稍微再大一些 所謂差點說什麼都要丟 那雖然形成的跌勢就比較明顯一些 那你說後事來說我想要看一看 一方面疫情那邊 令大家的心理上 何時能夠叫做好一點 因為其實近幾天 我想跌的主因幾大部分 因為見到外圍的疫情似乎是挺失控的 甚至乎都越來越多 所謂大家都好像很熟 或者經常聽到那些名人 球星等等都是有嚴病 這些會令大家感覺越來越近 疫情好像 這樣形成那個憂慮性 或者看法會更加負面 而二來我想留意就是 譬如下個星期 特別是美聯署的議息會議 你看到當然過去這幾天 其實美聯署不是沒有做事的 譬如過去這幾晚都有 一來加大每天的隔夜回購操作 二來就有等了這三個月的回購出來 但是暫時對市都沒有太多幫助 我想要望望就是下個星期 究竟減息減多少 或者怎樣去說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市 至於外圍也要先等一等 或者要看看有沒有存在空間 至於港股剛才提到 我想都是跟外圍走 因為其實本身港股自己來計 特別那個股值 其實我想落到23000 或者之前23000 24000附近 其實都算便宜的 你看到預期PE都不夠十倍 其實你過去這十一二年 就是由零八海嘯之後 其實最低都是大約九倍的水平 所以我想現階段 如果以回估值上計 其實港股不是貴的 但問題只不過是氣氛 或者是跟外圍走 所以我覺得暫時短線 就很難看到港股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但是如果市場在兩萬三這些附近 或者兩萬三樓下這些位置開始 始終股值比較吸引比較便宜 我覺得如果大家手上沒有什麼貨 或者現金比較重的話 其實開始慢慢考慮建立倉賣貨 我想分數吸納可以慢慢選擇 我都擔心說進入了熊市 會有一個持續的下跌趨勢 如果是熊市的話 快則就根據以往的經驗半年 內則可能超過一年 Royfe覺得熊市的看法是怎樣 當然我覺得現在是否叫熊市 我真的覺得熊和牛 這是一個所謂的名字 甚至乎過去這十多年 隨著零八海紹有了QE之後 其實所謂牛和熊 我覺得變化或者出入可以很大 因為始終是過去這十多年 都是資金主導QE主導 很多東西是扭曲了 變相反過來說 是不是每次當由高位計落兩成 等於熊市 就立即判斷市 熊市一定再插心一些呢 說不定的 隨時你突然間 可能這幾晚又有些新的QE 新的放水 可能洩調頭夾上去 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很難說 只憑升跌幅 就等於是否叫牛和熊 甚至乎你見到特別一點 就是美股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前一晚開始 所謂進入了幾歲熊市 但是如果回到之前 今年它的高位 29,000多樓上去計 其實只是下了十多天 就下到變了牛變熊 歷史上其實是最快的一次 因為對上 如果你說是最短 變成牛變熊 都要整四十多天的時間 其實這次是比較快 這也是反映剛才所說的 就是可能QE的因素 而令很多東西扭曲了 變得特別快 所以我想暫時 以廣告來說 當然你的高低位的幅度上去看 是紅了的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等於 立即要判斷 再跌得很深 或者插得很緊要呢 我覺得反而真的是 看回實際的情況 正如剛才提到 如果突然間有些 叫做QE 可能是浸一浸市 其實市又夾回 其實是不出奇的 所以我想暫時 反而是看點數 或者看氣氛 要多啡少了 如果你說能夠在23E 在附近 是真的慢慢的 要積定一點的 正如剛才提到一點 我覺得慢慢考慮 見川普買貨 就是用一個 中線一點的部署心態 其實我想 之後來講 其實那個回報 或者這個空間 都比較吸引 但是究竟有什麼 的板塊 我們可以關心呢 因為見到可能 一些避險的股份 比如黃金股 其實都是向下的 什麼都掉了 好像沒有什麼 逆時期包 如果你說的板塊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慢慢去 分轉賣 或者去鬧一下 我覺得可以 找一些 叫做內地為主的 一些行業 或者是所謂的 國策有機會 受惠到的行業 和板塊 因為始終我想 剛才不斷講 就是近期有私藥 或者近期有私測 幾大程度上 都是外圍做過拖累的 但是如果你說 以回內地來計 其實無論這個疫情 很明顯是受控了 每天的新增個案 都只有十多宗 甚至乎 如果大家 以回之前 那些譬如 譬如去武漢也好 或者是那些取消也好 其實預了這一刻 如果疫情 當內地是慢慢過去 其實下一步會 焦點在政策面外出台 特別可能是 對經濟上的一個支持 因為如果以回全年來講 要保持GDP增長 是一個比較偏穩定的水平 那你第一季已經沒有了的時間 那你第二、第三、四季 是需要加多些力度的 那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有這一刻 部署股分碼的辦法 選擇這些方向 可能是弄我們一些對國策會受惠的 可能是一些新舊裡面的基建 就是傳統基建 或者一些五指的基建 這些我覺得會在中線來說 是挺直播的 甚至乎主要的板塊 譬如內銀這些 我覺得接下來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惠空間 所以我想特別來說 如果下一步 會調低存款基準利率的話 其實對內銀股的息差 我想也有一個幫助 所以這些行業 這些板塊 我覺得可以在這一層的施縫 這麼弱之下 慢慢分賞一下 內銀的不明白 其實最近都是業績期 是的 譬如說 看到有些股份都問我們 但接下來下個星期 就是騰訊出業績 是股王 擔不擔心 其實那個盈利的指引 都會比較差 少少進一步 拖累大市向下 其實你說暫時來說 騰訊其實這一層都算強的 你只是看到這兩天才開始下跌多些少 始終都沒有辦法 今晚大市是小便扯下一點 因為它真的成份股 都是比較重的佔比 但其實過去那段時間 就算市可能開始下跌 回著 或者某些股份要下跌 但騰訊都還是落在380樓上這些位置走 整體來說還是屬於偏強 我想一方面 始終都是 大家會覺得這一陣的疫情 說真的它對騰訊的影響性相對 是比較微的 因為你無論 可能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知道 不能外出的時間 可能對它那個 例如打機啊 手遊等等的水平都會多些 而的確你看到過去這一陣 它公佈出來的 個別遊戲的流水量 是有一個挺強的一個表現 我想這個都構成了一股革近的 算是比較強的主因 但是你說 接下來這幾天的業績 當然業績方面 就反映去年下半年的事 特別是第四季 我想暫時的表現都不會太頑固 因為始終去年都見到 開始就一來遊戲 已經復批了一段時間 再加上 見到它各地遊戲 都還是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營利增長 這個我想 普遍的行的看法都不會太弱 問題就是像你說的 就看它自己的管理層 怎麼看接下來 或者這一刻第一季的表現 但是我想相對 相對來說 相對其他行業股份來計 騰相相對受這個疫情影響性 應該比較微 唯獨可能就是廣告那邊會有些影響 但是你說手遊 或者其他互聯網金融那邊 其實就未必有太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覺得對它的看法 不會說太淡 如果你說股價 有機會可能在業績之後 能夠低低一點 可能近330元鬆一點的話 其實都真是一個挺好的 一個中線吸納的機會 因為始終中長線 如果當市一切回復平靜 或者是正常回復的話 甚至乎如果有機會再做好一點 要選擇的重房顧 我想都會重新追蹤一隻頭訊 就是Rafi 說的目標價 而今天那個跌勢又說 講開科網股 其實都有一隻股份 今天比較慘烈的就是阿里 已經回到招股價 可能都會有些朋友是長渣的 可能看到今天的市況 都會有一點害怕 Rafi 又覺得阿里的前景是否可以呢 前景是OK的 但是短線來說就沒有辦法 我想股價真的可能相比 剛才講的騰訊可能會是弱一點 或者是反覆一點 我想最主要兩個因素 一來就是本身的業務 其實它這一層都有受疫情影響 因為其實它本身都是一些網上的電商 等等相關的平台為主 其實你過去這一陣 特別當之前內地疫情這麼嚴重的時間 可能很多的運輸所有都停頓了 其實不要說你網上 即使你買到東西 可能都未必立即收得到 所以對阿里巴巴本身的業務 是有些影響的 甚至是之前的業績 去年業績的時間 都有講過這一季是有些營利上的影響的 所以自從那一刻之後 看到股價相對會比較反科 或者是偏低一些 還有另一個因素 我想始終跟它是 我們香港這隻 叫做第二上市 變相股價一來都會很跟回 在美國上那隻ADS的表現 而且本身以當時來香港第二上市的話 如果以股份的數目 即發行股數來看 其實是比較少的 絕大部分的股數還在美國那邊 如果反過來看 就是當美國的股價移動 其實會對我們香港這邊的阿里巴巴 是比較大影響的 而的確以近期 說真的對美股每晚都千幾點下來的話 特別很多中概股都是大插的話 變相香港這隻阿里巴巴巴就走不掉 一定是被正式扯下來的 所以形成近期的勢 就真的比較弱些 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即177元今天低位 跟他上市價176元來講 其實是差1元的 我覺得其實如果一樣 你是未有貨的話 其實這些會開始 我覺得可以考慮買的 當然都是分駐 即你說落到甚麼位 其實就沒得猜的 我覺得隨時看過市 甚麼時候是跌定或是跌停 但是問題就是 看回長線的基本面 我想就剛才提到 雖然這一季 可能對他的業務會有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 當第二、第三、四季 慢慢來你的疫情 好像這一刻已經走出公體的話 其實所有正常的話 我想他是挺有一個 率先反彈的空間 因為始終以業務上看 特別在電商平台來說 都是一個龍頭優勢 如果要突圍出來的話 龍頭相對的受惠程度 會比較大些 我想貨幣的中長線 要慢慢上200 或者200多 我覺得機會性是高的 所以你去到這些位附近 我覺得沒有貨幣 可以慢慢叫分轉買 甚至乎如果真的有貨也好 如果你真的IPO之前 已經是抽獲回來 或者你上市完之後 有賣也好 其實如果你有資金上是鬆動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 慢慢再加多些 都可以留下 可以坐下去 都無妨的 明白的 多謝Rafi今天的分析 接下來都是看外圍 還有下星期的儲高移植 還有各大央行 會不會都有些緊急的救市措施會 在接下來公佈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Rafi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